2023年9月1号 A股今天9月开卖棚 房地产板块 钢铁 煤炭 有色 家居建材领长 接下来A股怎么走 这里先说结论 利好 到处都利好 非常多的利好 所以说A股你肯定是不能看空的 我们通过前期 比如说股市的几个利好 再加上房地产的几个利好 很像是要在国庆之前 要在国庆之前把预期打满 抓住金酒饮食 为什么这样讲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今天A股虽然涨得不多 但是房地产板块确确实实是先强的 你看基本上都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其实你说钢铁 它也是跟房地产有关系 这个煤炭也是 它也能够扯点关系 装修建材等等 主要原因是因为 一个是房地产利率下调了 存量房手套的利率可降低 9月25号起申请自换贷款 可协商变更合同约定利率水平 就9月25号 9月25号你可以找下银行了 然后到底是利率降多少 还是说是自换贷款 9月25号都可以 所以说你要相信国家还是爱我们的 这是真的让银行 这是真的让银行出了一部分 它真的让银行出了一部分钱出来 所以说在前两天给银行的存款利率也下降了 因为存款利率下降 可以省一部分利息钱 然后拿这一部分利息的钱 然后对冲掉这个房贷利率就下降 你要是在前几年经历不好的时候 你想都不要想 银行会给你降房贷利率 不要想这种好事情 但是你看人家统计了一百万的话 这样每年可以少还个四千来块钱 不少了 你算一下这个几十年的房贷不少了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是真真正的利好 这是实打实的利好 这是真金白银的利好 就跟前一段时间我们A股的这个印花税 那人家是真的拿了一千多亿出来 这个活跃股市的 所以说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随着政策的越来越多 利好的越来越多 最终一定会体现在经济社区上 你看 今天发的一个经济社区啊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六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值升至50.1 重回扩张区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两天我们刚刚发了一个PMI 那么这地方又搞出一个财新PMI 是什么意思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这个PMI 库融线是50 PMI呢 它是一个社会整体的 包括什么重工业啊 轻工业啊 大企业啊 小企业 中企业 等等等等 它是一个整体 但是 这个财新PMI呢 它是一个 只是小企业 知道吧 就是这个所谓的财新 就是小企业 小公司 小作坊之类的 那么他们呢 已经录得了50.1% 较7月份回升了1.8个百分点 重回零件点上方 就说明小企业开始复苏了 小公司开始复苏了 这个也能够理解 比如说什么 什么餐饮酒店啊 这些 他们也都属于小企业 他们都开始复苏了 小公司都开始复苏 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明确 在前期每项资金流出的时候 各种数据都不好 就没有什么好的数据 但是 这个财新PMI 正式站上空中线 应该是近期 最好的一个利好 就是外事开头难嘛 什么事情 当你有了一个利好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 就会有其他的利好 就会有其他的经济数据 慢慢走好 我们之前讲过 9月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六 9月9号下个星期六 将会发布8月份的这个PMI值 那8月份的PMI值 还有CPA 还有这个PPI 很有可能会转好 而要是转好呢 下半年的股市场景 还是值得期待的 再然后呢 就是 羊妈呢 今天从9月15号起 下调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 两个百分点 所有的外汇存款准备金呢 就是跟外汇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外汇 今天啊 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交易出 瞬间爆拉了几百个点 然后呢 又贬了一点点 但是总体来讲 昨天升值 今天再次升值 所以我们股市呢 肯定还是个利好 按照这么密集的政策发布来讲 可以这样讲 最艰难的日子 基本上过去了 最艰难的股市的时候 基本上过去了 接下来都是好日子 股市 很有可能是 这那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开始上行 板块呢 还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几个板块 首先 酿酒板块 酿酒板块呢 我们 我们是均衡配置的 我们这一次是均衡配置的 就大金融业有点 大消费业有点 大科技也有点 酿酒呢 在国庆节前吧 我们是坚定看好的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会发现 酿酒没怎么跌 它也没怎么涨 就是8月份 这个股市大跌 它没跌 但它也没怎么涨 所以酿酒呢 最近一直在打酱油 那么酿酒今天呢 跟人民币会的升值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国庆节前 9月29号 国庆节放假 但是它涨呢 它也不会拖到9月29号涨 应该是 可能9月10号左右 酿酒还会有一波 所以我们坚定持有 还有呢 就是券赃板块 券赃板块呢 可以这样讲 经过连续的调整 券赃板块 应该是进入了买点区间 就这个位置的券赃呢 应该是有买点区间的 而不是要割肉了 这个时候肯定不是割肉了 这个时候的券赃 应该是进入买点区间 还有呢 就是 通信 通信呢 主要是人工智能方向 我们这一次呢 人工智能方向呢 前几天呢 减了点仓 不多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再一次 低息 总体来讲 就是科技大消费 大金融 均衡布局 每天早上9点15到10点半 下午1点到3点晚上 8点钟都有直播 假如说不知道如何选方向 可以来听听直播 最后不要忘记 点赞点关注 落词 谢谢展员 下午11点半